谈点四位剧中不存在的神秘女人 《温惜贵妃》是敦秦王的生母 厄比龙之女 《甄嬛传》中反复提到的 《温惜贵妃》到底是谁 从《甄嬛传》中的只字片语 我们也能判断出来 她是个什么样子的女人 她的生母温惜贵妃 是孝昭仁皇后的亲母 而当今太后 曾是孝昭仁皇后的教书师 温惜贵妃的老爹厄比龙 是斯大夫城之一 她爷爷是后京开国五大臣阿异都 亲姐姐是康熙boy的第二位皇后 孝昭仁皇后 太多人对这个神秘女人感兴趣 只是因为至今都没有影视剧拍过她 又频繁提到她 尤其是《甄嬛传》里边各种Q到周围 相比当年的温惜贵妃 当今的太后曾经只是个小小侍女 温惜贵妃的家世高过她不止十倍 她的家族来自正儿八经的纽葫芦大族 相比之下 缓换那一只根本就不能算正直 康熙19年 纽葫芦市的皇后姐姐已经去世两年了 作为替补的她入宫了 当时只是口头上封了个妃 并没有进行册封礼 但是享受的却是妃为了待遇 这相比于康熙后宫那些孩子都生了好几个 却还是兽妃的女人来说 可是无上的荣耀 显然她进宫的目的可不是做简简单单的小妃子 进宫的第二年 纽葫芦市就正式被册封为了贵妃 也就是说人家小妞进宫后的起点上来可就是贵妃啊 没多久 纽葫芦市便生下了十二个印额 爱家看着年妃很怕 年妃会像当年的温惜 像当年温惜贵妃跋扈 温惜贵妃凭借自己优良的家世 在后宫中地位居高 亲姐姐是皇后 又有独特的个人魅力 还生下了皇子 所以很得康熙的宠爱 在太后也就是曾经的德妃眼中 她是个跋扈的人 在环环眼中 温惜贵妃和华妃的处境是一样的 都是后宫失败者 这是温惜贵妃当年死的难堪 先帝杀旨 不许葬入妃林 那到底康熙有没有说过 不许她葬入妃林的话呢 历史上温惜贵妃在康熙34年 被葬于锦灵妃原寝中 这个时候康熙41岁 正值男人鼎盛时期 在感情上也并没有厌弃之类的记载 反而呢她非常珍视这个妃子 并且给了她嗜好温惜二字 温惜贵妃的名字由此而来 人家可是清朝唯一有嗜好的贵妃哦 可见甄嬛口中 有关温惜贵妃死得难堪 这种说法是与历史不符的 这算是甄嬛传中的神秘人物之一了 除了温惜贵妃 在剧中同样有个女人非常神秘 你知我知她知 没错没错 就是推动了整个剧情发展的纯元皇后 在斯大爷的心中 她是白月光 在后妃眼中 她是众人渴望成为的对象 在怡修的眼中 她是不顾妹妹抢了夫君的嫡姐 没出过境的纯元 她到底是谁呢 纯元是虚拟人物没错了 大家都知道 雍正的嫡妻就是乌拉纳拉氏 她温婉善良和老公相处了几十年 把后宫管理的井井有条 她可以算是甄嬛传中 纯元和怡修的结合体了 其实在拍摄甄嬛传的时候 导演是有意让蒋琴琴来出演纯元的 但是呢这个想法被陈建斌给拒绝了 理由就是不出演 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故事情节才会更加完美 婴姐过来 然后演一下陈元 事实证明陈建斌的想法是正确的 春元皇后这个人物设定 是大部分小说电视剧惯用的套路 替身文学 就是因为没有出镜 大家才觉得这个角色神秘 你想想 如果真的让蒋琴琴来客串一把 大家对纯元这个角色还会像现在一样感兴趣吗 恐怕不会吧 幸好陈建斌拦住了 这才让纯元皇后成为甄嬛传中最神秘的存在 除此之外 在这部剧里还有一个神秘女人 她被提到的次数不多 但是却调读了观众的胃口 你猜到是谁了吗 神秘的李金贵 她到底是谁 这个酒醉被四大爷宠幸的悲剑宫女 历史上真的存在吗 甄嬛传中 红黎因为生母悲剑的原因 一直被养在圆明园 为了怕观众看不明白 咱们静频还特意亲自下场 给大家解释了一波 那是因为她的生母是热和行宫女 一个粗屎宫女 这个粗屎宫女就是李金贵了 她机缘巧合下 被酒醉的四大爷宠幸 结果就换上了红黎 因为这一事 四大爷为老爹康熙狠狠训斥 所以便更加厌恶这个女人 and小红黎了 在很多影视剧中 都出现了李金贵这个女人 甄嬛传中 这个宫女一直就没出场 因为她生红利的当天 就难产去世了 在如意传中 如意知道扎龙心中 一直有心结 那就是自己的生母身份卑微 如意冒着得罪太后的风险 去帮李金贵要名分 最终李金贵被封为了太贵人 其实啊 这李金贵只是野史中的人物 被传承了乾隆的生母 结果这个野史 被好多影视剧给采纳了 李金贵的原型 其实是雍正的李贵人 人家红利的生母 可是历史上甄嬛的原型 孝盛宪皇后啦 除了这个李金贵啊 在如意传中 同样还有个神秘的妃子 她也是只出现在别人的八卦里 从来没有出过境 大阿哥是长子 永皇要是有什么差错 你怎么对得起 折飞的在天之灵 就是折敏皇贵妃啦 这个平平无奇的女人 为什么能称皇贵妃 成了所有人的疑虑 关键她居然还有资格 和乾隆合葬了 她是和复查皇后 不同部落的大复查士 比狄附近早入府 在雍正初年的时候 就成了红利的侍妾 并且顺利生下了皇长子永皇 之后又生下了皇二女 作为第一个给乾隆生孩子的女人 本来该是青云之路啊 但是这女人实在是运气不咋地 她死在了自己老公登基的那一年 乾隆即位后 把大复查士追封为了折飞 她也因为生育有功 在乾隆大奉六宫的时候 按着资历和功劳 再次被追封为了折敏皇贵妃 到了乾隆17年时 乾隆安排复查皇后入葬事宜的时候 也因为折敏皇贵妃的嫂子 才有资格共同安排葬入了地宫 与乾隆合葬 也有皇贵妃不能合葬的 比如说成贵皇贵妃就是个例子了 她因为死得比这些前辈们都晚 而错失了和乾隆合葬的机会 以上这几位啊 都是出现在青宫剧中的神秘人物 这么多年来 大家一直都对他们有解不开的格大 你知道吗 除了在青宫剧中 在知否中同样有一位神秘人物 还影响了顾家三代 知否中从没出过境 却获获了八个人的神秘女人是谁 论知否中最神秘的女子 纳莫过于顾眼开的第一任媳妇 大秦氏了 她是小秦氏顾婷玉 悲剧一生的始作俑者 而且悄如生息的祸活了八个人 大秦氏刚开始因为身体不好 婚嫁的事一直被拖着 偏偏一次偶然的机会 被顾眼开看上了 为了能娶到她 顾眼开赌气跑到军中去笑命 老侯爷夫人胆战心惊的熬了一两年 后来还是拗不过儿子 便把病娘子大秦氏给取进了门 大秦氏首先影响的就是顾眼开 和老爹老妈的亲子感情 还差点让顾眼开绝似 幸好婚后的两人恩爱非常 大秦氏拼死还生下了孤婷玉 她虽然早早去世 却因为身体不好 又不好生养 而败坏了前家女儿的名声 这时候自然就影响到了 还没嫁人的娘家妹妹 小秦氏当时已经属于大龄未婚女青年了 本来就不好嫁人 有了姐姐造成的名声 婚姻上更是艰难 所以小秦氏是第三个受害者 为了不让哥哥嫂嫂把自己随意嫁出去 小姨子就打伤了姐夫的主意 暗中和顾婷玉说了第二任大娘子 白氏的坏话 再来说大秦氏对儿子造成的影响吧 顾婷玉身体不好 全是大秦氏导致的 她从小怀着仇恨长大 这是拜小秦氏所赐 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亲娘 知道嫁人真相性情刚烈的白氏被弃得一尸两命 白氏被害死 年幼的顾婷玉也躺了枪 这一对可怜母子是大秦氏间接害到的第三对人 可嫁给姐夫的小秦氏啊 并没有办法笼络住丈夫的心 顾眼开始终牵挂着大秦氏 小秦氏的婚姻整个就是一出大悲剧 他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顾婷玉 让他上进 让他夺绝 从而也毁了本该有个快乐童年的顾婷玉 所以知否中这个不曾漏过一面的大秦氏 只凭一己之力把顾家三代人都霍霍的不清啊 这个神秘人物 我看不雅于《甄嬛传》中的成员呀 四男追义女爱情玛丽苏 你真的看懂长相思了吗 长相思的格局有多大 你完全想不到 如果只局限于义女四男的爱情故事 这是非常狭隘的 男主们的守卫并不是小妖 而小妖的守卫也不是爱情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远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 小妖从小经历困苦磨难 所以她从不依靠任何人 她从泥潭里挣扎出来 尝遍世间所有的苦 只能自己救赎自己 看似所有人都爱小妖 可她并没有大女主光环 前期被项羽打 被苍玄揍 被涂山井背叛 小妖都默默承受了 这好似我现在是忘记了 好像天下东西都是我的 但其实在利益面前 在立场面前 我永远是那个被舍弃的人 因为小妖的底色是善良 所以才救回涂山井 细心照顾她很久 因为她用平等的心态和项羽相处 所以才能发现她重情重义的一面 因为小妖最渴望亲情 所以无条件的支持信任苍玄 其实在每个人心里 除了爱情 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苍玄首先保证自己活下来 她才有机会一展雄心壮志 才有能力找回小妖 保护小妖 向柳在遇到小妖之前 她是成熟的将军 在她心里恩异常 情却难缓 所以向柳不能舍弃袍则 带小妖归隐 而涂山井去防风异应 也是更看重亲情 太奶奶用性命威胁她 不从也得从 都有思而不得 但长相思的内核 依旧不是悲剧 因为最后的最后 大家都得其所愿 实现了自己最想要的 比如苍玄 她登上地位 统一了大荒 做到了保护家人 守护天下的诺言 而向柳她也爱小妖 直到死前最后一刻 心里计划的还是小妖 可除了爱情 向柳的最终归宿 只能是战死沙场 赤水风龙说 只娶小妖一人 并不是因为她只爱小妖 而是因为小妖适合结婚 对风龙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施展心中报复 所以她为苍玄抵命 也算是为战争牺牲 也实现了自己最想要的 妖精在一起 是因为她们的追求一样 小妖希望自己 永远是第一选择 而景的第一选择 一直都是小妖 只在乎 可哪对CP 确实很肤浅 在长相思的世界里 她体现了 看待善恶是非的格局 即便小妖被囚禁虐待 她也没有变成一个冷漠的坏人 努力生活的同时 尽量去付出善意 帮助同样受伤受苦的人 这才是长相思最打动观众的可贵之处 长相思里的六种花大有深意 原来她早已暗示了每个人的结局 长相思中出现最多的是凤凰花 这是小妖和苍玄最爱的一种花 在火红的凤凰树下 阿恒为小妖搭建了一个秋千架 她迎着速速而落的凤凰花瓣 高高飞起 欢笑声洒满天地 苍玄站在凤凰树下 仰头笑着看她 这是小妖小时候最幸福的一段回忆 如今再回朝云殿 只剩下了她和苍玄 小妖伸手接住一朵花 然后也给了苍玄一朵 这次她要让神龙山上开满凤凰花 小妖出嫁那日 苍玄在凤凰林做了一夜 可是当小妖逃婚的消息传来时 她竟然忍不住欢喜的 在凤凰林内大叫大笑 凤凰林承载着他们最深的回忆 好的坏的 开心的不开心的 原来原去中会散 花开花拜 总归尘 凤凰花的花语是别离和相思 自从哥哥杀了井后 他俩就在凤凰林反目成仇了 所以苍玄只能长相思不能长相守 第二种花是扶桑花 又叫死人花 扶桑谐音扶桑 在番外篇里 项柳用扶桑木做了笑娃娃 送给小妖当作新婚礼物 扶桑花代指微妙的爱 而项柳也知道自己的结局 所以这种花暗示了 她和小妖最终是天人永格 最终非常重要的一种花是若木花 除了是苍玄父母的定情花 她的花语还是英雄 苍玄曾和小妖说 如果她能娶到心爱的女子 就在若木花下和她成婚 发生什么事都陪着她 最终苍玄成了帝王 却没法和爱人厮守 她是英雄 为了天下舍弃小情 但终究把若木花给小妖带上了 贯穿全聚的还有木槿花 这是妖颈的定情花 她的花语是温柔的坚持 就像涂山井一成不变的爱 在她心中小妖永远是第一位 后期木槿花也有出场 新月想方设法杀了小妖 在她迷流之际 最想看到的就是木槿花 涂山井的院子里总是种着紫藤花 这也暗示了她对小妖执着的等待 深深的思念和沉迷的爱 木槿花是象征着谦虚友情 没错 她就是代表着吃水风龙的花 风龙和苍玄是一类人 在她们心中 天下远比爱人更有吸引力 所以风龙注定不会和小妖有结局 再次感叹童华大大 哎呀真的太厉害 原来她早就通过花语 给每个人物安排好了结局 涂山井历史原型大揭秘 她在山海经中居然长这样 涂山井是九尾狐的后裔 也是涂山市未来的组长 一提到九尾狐 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 风神里的苏达吉 在民间传说 九尾狐是皎洁奸华的象征 影视剧中也无一例外 除了苏达吉 还有青秋九尾狐和涂山九尾狐 有的是妖邪 有的却是上神 那为啥会有这么大差距的划分呢 在山海经中有记载 九尾狐住在青秋国 有四只脚和九只尾巴 声音像婴儿能吃人 因此涂山九尾狐 是青秋九尾狐的一个分支 狐足长相本就俊美 所以涂山市的二公子 涂山景容貌也不差 他身长玉丽 俊若修竹 风子轻易 气质清爵 亲戚书画 样样拿得出手 有人习武十载 只为目睹一眼他的风采 有名士不远万里 只为一场对弈 有人好指千金 只为求得一副名画 只是涂山景在和易英大婚前 就离奇失踪了 后来有幸被文小六救回 在秦汉时期 九尾狐是祥瑞的象征 治水的大鱼 有幸娶了涂山九尾狐 这个在五月春秋里 就有详细记载 所以大鱼就是人狐恋的始祖 可是到了唐代 九尾狐的形象一落千丈 基于物老为怪的理念 那会儿的人们 把狐足妖魔化了 如临公义中记载 宋真宗实 陈鹏年为人奸华 善于魅惑皇帝 所以他被冠以九尾狐的化身 自此九尾狐跌落神坛 而长相思中的涂山九尾狐 有着高贵的血统 和一般的狐足不同 涂山景有着 与生俱来的高贵清冷 所以小六能想象到 他在承受酷刑的时候 只怕也是这样 被羞辱的人 居然比实施羞辱的人 更有尊严 那实施酷刑的人 肯定充满了挫败感 也许正因为如此 才越发心狠手辣 好在他遇到了小妖 一切都过去了 是小妖治愈了 她身体的伤痛 她也治愈了小妖心灵上的缺憾 在试音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